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过去一个星期美国文化娱乐界的消息 3月17号这天 全世界的爱尔兰人都在庆祝Saint Patrick's Day 有人翻译成圣帕特里克节或圣派翠克节 不管你怎么翻啊 反正那天你穿绿色的衣服准没错啦 Saint Patrick's Day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从爱尔兰带到美国的节日 纪念爱尔兰最有名的守护圣人圣帕特里克 绿色是爱尔兰的代表色 很多不是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在这天也凑热闹穿上绿色的衣服 所以这天啊 美国到处都是一片绿 3月17号是美国的圣帕特里克日 全美各地都在进行不同的庆祝活动 每年到了圣帕特里克日 芝加哥都会进行一项传统的染河活动 3月13号 数千名群众沿着芝加哥河的两岸观看这染河的进行 参与活动的成员们将以橘色蔬菜制成的染料倒进芝加哥河里 河流就变成了绿色 绿色的河将会维持五个小时左右 这项传统从1962年在芝加哥开始一直保留至今 染料的制作过程及成分始终被秘密保护着 圣帕特里克日是爱尔兰人非常重视的宗教节日与国家庆典 也被称为绿色嘉年华会 虽然在美国圣帕特里克日不是国定假日 但由于不少爱尔兰裔人士生活在美国 因此每年仍有许多盛大游行和各样活动 Patrick's Day这天很多美国城市都会举行游行 不过历史最悠久最大的游行在纽约 纽约的大道当天到处都是绿油油的 随处还可以听到美妙悦尔的爱尔兰风低声哦 我们请美国王阿童记者叶帆和余扬 带我们到游行现场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 每年的3月17号是圣帕特里克日 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纽约市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城市 也是爱尔兰后裔众多的地方 所以每年的圣帕特里克大游行最为壮观 像这样的好天气 估计有25万人参加游行 迎接有200万人来观看 这个截然是5世纪起源于爱尔兰 圣帕特里克受到教皇的派遣 到爱尔兰去传校 结果差一点被当地愤怒的异教徒用石块砸死 不过圣帕特里克非常的机智 摘下了一棵三叶草 说明了圣父圣子圣灵三无一体的教义 结果爱尔兰人非常的感动 就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公元493年3月17号 圣帕特里克逝世 爱尔兰人为了纪念他 把这一天定为圣帕特里克日 他是爱尔兰的守护神 传说中帕特里克是爱尔兰的圣人 他把所有的毒蛇都赶出了爱尔兰 还结束了奴隶制 这一天人们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成绿色 就好像三叶草一样 绿色的衣服 绿色的装饰 美国有4000万人有爱尔兰血统 纽约庆祝圣帕特里克日 已经有200多年了 这个节日虽然起源于宗教 可是现在已经也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活动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这个游行非常的特殊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体验 每个纽约人都感到非常骄傲 三日的纽约还有些寒冷 不过人们热情洋溢 盛装出席 美国万花筒记者于阳 叶凡 纽约市采访报道 看起来这个游行真的很有趣 有机会大家以后不妨亲自到纽约参加游行 我记得要穿绿色的衣服哦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 今年赢得美国小姐后冠的是 Karissa Cameron 对于赢得美国小姐后冠 以及未来一年的宣传活动 她有什么感想呢 今年方琳22岁的卡瑞莎·卡麦隆 是2010年的美国小姐 但对她来说 赢得后冠的意义却更加深远 人们误解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后冠参加比赛 其实我们都参与一种变革 卡麦隆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 今年1月30号 她从53位加力中脱颖而出 在泳装 晚礼服和机智问答上 都表现得相当出色 最后她夺得了2010年美国小姐的后冠 除此之外 她也同时赢得了5万美元的奖学金 卡麦隆目前人是 维吉尼亚州立邦连大学广播新闻系学生 她未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主播 能够当一年的美国小姐真的很棒 当我以后有能力访问其他人的时候 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我也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我能用同理心来理解他们 然后问出好的正确的问题 在接过美国小姐的后冠后 卡麦隆将展开为其一年的巡回 到各地就不同的主题做宣传 美国当红电视歌唱比赛节目 美国偶像经过几轮的比赛之后 现在只剩下12名参赛者 每一位可都是高手唱将 3月11号他们举行了个小型party 请祝目前自己还没有被淘汰 美国当红电视节目 美国偶像进入紧张的最后阶段 目前仅剩下12名参赛者进行比赛 3月11号 这12名参赛者举行小型演唱派对 庆祝自己能顺利参与最后的总决赛 想当然了他们肯定十分开心 老实说我很高兴我先被选中 因为他们一直把我留在那里 我站在那心里想着我要回家了 我都已经做好了被淘汰的心理准备 绰号大麦可的Michael Lynch 动人的歌声和精彩演出 不禁让评审落泪 这12位选手将在接下来的 美国偶像节目中继续进行比赛 活跃于1990年代的南嗨特区合唱团 Boyzone去年年底准备复出歌坛 不过成员之一Steven Gailey 突如其来的死讯 一度中断了Boyzone的复出计划 现在其他四个人决定重新出发 爱尔兰男子团体南嗨特区 克服了其成员史蒂芬的离世之痛 3月11号在伦敦皇家爱博特音乐厅 举行音乐会 演唱会上南嗨特区演唱了 Give it all the way 纪念史蒂芬 这是史蒂芬生前参与灌录的最后一首歌曲 我们想看看我们感觉怎样 我们想看看我们四个站在一起 一起在台上对着观众表演 我们是否能跳脱悲伤的情绪 看着观众的脸 坚强地继续坚持下去 尽管对于史蒂芬的离去感到痛心 楼兰表示 明天人是崭新的一天 男孩特区可以重新再来 男孩特区1990年代活跃于英国乐坛 去年年底 他们宣布举行付出巡回演唱会 一切进行的正顺利时 却发生了不幸的消息 成员史蒂芬去年10月10号 因沸水肿猝死于家中 不过其他成员 本人希望以最新专辑Brother来纪念史蒂芬 以上是美国文化统记者李一华 为您报道的文艺新闻